贯穿式LED灯带 红银黑三色轮圈 1.5T四缸发动机 这是一台什么车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动车地 为您带来的新奇抢先试驾 我是嘉明 本期节目的主角就是我身边这台 上级大众新款 图越 图越上市已经有近五年的时间了 期间也进行过小改 不过主要是在配置方面 那此次大改 外观 内饰 以及动力 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 新款图越采用了大众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IQLED矩阵式大灯 配上了 头灯 尾灯 都带贯穿了 呦 这logo也能发光了 卖灯车主表示 很羡慕 车身大量镀铬和银色装饰件 更精致了 而图越黑套装的车型 它的后视镜 车顶行李架 前后保养杠 以及车尾的字母 也都进行黑化了 轮圈也变成三色的了 我们知道朗逸 大家都喜欢称它为小帕萨特 那我觉得这个新款的图越 以后就可以称它为小图昂 谁赞成 谁反对 我反对 那既然是中期改款车型 尺寸上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新款除了长度增加5毫米之外 其余数据均与现款保持一致 轴距还是2680毫米 整体的空间表现 与目前主流的自主品牌 仅凑及SOV 比如什么星远L 产安size Q plus等车型相比 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内饰同样也采用了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与图观L 朗逸等车型高度一致 相较现款车型更加时尚 同时软性材质也覆盖的更多 减少了廉价感 页境仪表呢 是从9.2英寸升级到10.25英寸 而这块中共大屏 则是从10.2英寸升级到12英寸 整体的反应速度更快了 UI实体也更好看了 不过这些优化 我指的都是跟现款车型相比 但如果跟这个级别的主流 自主品SOV相比 还是有点差距的 尤其是它的云互联这一方面 咱们试一下啊 你好大众 我在 我饿了 我想吃鱼了 我想吃鱼了 我觉得有点冷 我觉得有点冷 好的 为您调节温度 确实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除此之外 新款图越依旧支持 百度Car Life和苹果的CarPlay 而在方案盘和控制单元 也变成了全触控的操作方式 看起来确实是科技感更强了 但我喜欢传统的 也就是实体按键 你们觉得呢 那配置方面 具体的配置目前还没有公布 不过从我此次体验上 所发现的 这辆中配版本最新 已经有了LT别的辅助驾驶 前排的座椅加热 以及电动后备门 而在这辆高配版本的车型上 B4品牌的影响没有缺席 此次还新增了 360全金影响 动力方面 原先的车型是 1.4T配7速干式双离合 和2.0T低功率 配7速试式双离合 这两套动力版本 那新款 2.0T还是那个2.0T 但1.4T 哎 没有了 换装了大众机团 最新的1.5T EV2发动机 最大功率来到了160马力 峰值扭矩250牛米 原先1.4T车型的 最大扭矩转速 是从1750转到3000转 现在1.5T 是从1750转到4000转 更加的宽泛 可变截面涡轮 双循环电子水泵 以及350霸的 高压燃油喷射系统 这次都给你安排上路 主要还是为了提升动力 优化发动机的冷静时间 以及节约能耗 而提到节约 哎 这1.5T的发动机 现在可以吃92号的旧了 不过它依旧匹配 奇速干涉双离合变速枪 同时因为要满足 格流币的排放标准 不管是1.5T 还是2.0T 颗粒捕捉器 依旧没有缺席 本来我以为 可以上路试驾的 但这次 厂家安排的是场地试驾 场地试驾 行吧 场地就场地吧 嗨嗨朋友们 这辆1.5T的新图越 我终于把它开在了 厂家组织的小型赛道里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这辆1.5T跟1.4T车型相比 我觉得做得好的 是它这个油门踏板 更加的跟脚了 就原先的车型 可能它初段会有一定虚位 你轻踩 没有一个明显的动力释放 但是身材 又稍微有一点 往前穿的感觉 现在没有了 整体都是很线性的 不过啊 虽然这次1.5T的发动机 相较原先1.4T 它的功率提升了10马力 但我的实际体验来看 我们现在要地板油 别个转速 走 整体百公里加速的提速感受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等之后懂车地实测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 有多大提升吧 转向手感 其实和其他大众家用的车型 没有太大的区别 依旧是电子温很浓 很好驾驭 然后初段有一定的虚位 不过相较现款车型 可以看到 它方向盘造型更加精致了 39点的握感也更好了 所以整体开起来 也感觉到没有那么廉价了 整个底部还是德系车 那种比较扎实的调校 相对日系车 我觉得会更加厚重 但是我们知道 像这个价位 或者说这个级别的 现在很多的国产车型 使用了电磁悬架 那整体的高级感的营造上 就会更加的出色 在这个小型赛道 也无法体验到 它中高速状态下的诸多表现 所以更多动态层面的内容 我们留在之后 道路试驾 再跟大家进行分享 新款图越 已经正式开启了预售 不过没有公布价格 我们知道 现款图越的售价 158600 一直到21.66万元 终端还有不小的优惠 而听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新款的图越 售价会有惊喜 那大家觉得 这个惊喜 会是多少个W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那新款的图越 正式上市的时候 我们董车弟 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敬请期待我们的内容吧 这件事专业的机车内容 高效的选择服务 尽在董车弟下期节目 再会